竞技体育是残酷的 但残酷绝不是体育的全部 让我们一起来谈点与球场上的暖心一幕 2016年汤姆斯杯决赛丹麦对阵营衣 随着安赛龙连续进攻得分后 苏吉亚托示意场地有汗水请求主裁进行擦地 但主裁认为场地没有问题 以他拖延比赛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尽管苏吉亚托再次请求坚持场地有汗水 但主裁仍然置之不理 而此时年仅22岁的安赛龙看到这一幕 难免心中有些不满 也是一主裁同意擦地的请求 虽然场上是对手 但安赛龙深知场地的汗水非常容易导致崴脚受伤 而苏吉亚托也向安赛龙解释 的确是场地有汗水并未拖延比赛 随后工作人员擦去了场地的汗水 值得一提的是最终丹麦3比2战胜印尼 夺得了本届汤杯冠军 这也是安赛龙第一个世界冠军 时隔一年在2017年世界雨联总决赛赛场 安赛龙对阵周天成 前两局双方各赢一场 决胜局的比分同样相当胶着 随着安赛龙往前扑球得分后 周天成非常惊讶认为对手触网击球 连忙向主裁进行申诉 但主裁认为没有问题示意他继续比赛 无奈周天成请求了裁判长进行协调 但主裁与裁判长沟通后并没有修改判法 对于这个结果周天成也是非常无奈 通过慢动作来看这一拍的确是触网击球 在随后的一个回合当中 安赛龙故意把球发高让了对方一分 很多球友都认为让两分才公平 在竞技比赛当中 比分如此胶着并且判罚还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 不让分是理所当然 让一分已经实属难得 在刚刚结束的大运会赛场 同样出现了暖心一幕 随着黑人小哥杀球下往后 他的球拍拍线断了 由于他只有一把球拍 无奈只能请求主裁帮忙 此时国瑜小将王正行 把自己的备用球拍借给了他 随后黑人小哥和教练连忙表示感谢 接下来的比赛 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较大 王正行就以2比0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随后黑人小哥想把球拍归还给王正行 但王正行却把球拍正式地送给了他 体育比赛除了输赢 这份友谊同样难能可贵 2022年共运会赛场马来西亚对阵亚买加 随着亚买加选手往前挑球出界后 他的球鞋出现了问题 连忙请求教练帮忙 工作人员用剪刀剪去裂开的部分 但这样由于缺少一块无法保持平衡 很容易崴脚 无奈他只能穿上旅游鞋进行比赛 此时马来西亚教练叶成旺 把自己穿的球鞋借给了对方 叶成旺也曾在赛后说道 看到他战斗 我不想看到他因为胁迫了而停下脚步 我只给了我的鞋子 以便他可以延续他的梦想继续比赛 叶成旺这一暖心的举动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球迷 而亚买家选手换好鞋后 也对叶成旺和对手表示了感谢 竞技体育不只有输赢 更有那暖心的瞬间 而这才是竞技体育真正的魅力所在